今天 梅龙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 梅龙高铁线路全长93.986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在广东河源龙川县梅龙高铁粒子坑大桥施工现场 随着新型多功能牵引车将一对500米长的钢轨铺设在五闸道床上 梅龙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 梅龙高铁自梅扇高铁梅州西站引出 途经梅州市梅县区 新宁市 五华县和和园市龙川县 中至干深高铁龙川西站 线路全长93.986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梅龙铁路建设项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下来我们将达到每天6公里以上的铺轨进度 将在2024年的4月下旬全面地完成我们梅龙项目的铺轨 为我们今年6月份启动连条连式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梅龙高铁开通运营后 梅州到广州 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通行时间 将缩短至1.5小时左右 及所调牢部市场上 Ireland 亚人资料 岂安排